我從1908年代中期以後就開始參加我們的對外談判 那個時候剛好就是台灣經濟發展到一個比較相對成熟的程度 所以很多的國家都期待我們要開放市場 那也不希望我們的市場受到過度的保護 所以我們就開始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市場的開放的談判 同時我們也提出來要其他國家對我們的產品能夠開放 那到了1990年代以後就進入高峰期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要加入WTO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在加入WTO的時候 很多人期待我們的市場可以更進步開放 那我們也很期待我們可以加入國際市場 讓我們的商品可以用一樣的條件 用公平的條件進入到國際市場 所以我的感受很親密 就是說在那個過程中我們有失有得 這就是貿易談判 不過貿易談判還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政治問題 我們加入WTO確實碰到了很多政治的障礙 在那個時候我們也是希望在國際上的民主國家可以多幫我們一點 在那個時候的美國還有其他的民主國家 確實在我們加入WTO的過程中提供了很多的協助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進入WTO 那同樣的道理在我們進入的WTO以後 我們在國際間要開始發展的另外一個趨勢 也就是說除了WTO的多邊貿易的協定大家都趕快 大家都在同樣的一個遊戲規則下進行貿易的同時 國際上又出現了這種雙邊或多邊型的這種自由貿易協定 要進一步的更加的自由化 這個對台灣就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因為你要跟誰有自由貿易協定 那個不僅是經濟的考量更是政治的考慮 所以在這種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 就出現了很多更強的政治的考慮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很需要很多的民主國家 認同台灣民主的這些國家的幫忙 那當然其中在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也就是美國 所以我們也希望跟美國把跟美國的貿易關係能夠拉得更近 如果我們跟美國可以有個自由貿易協定 其實就對全世界說 我們跟一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可以形成國際貿易協定 也會鼓勵其他的國家 跟我們有這樣相同的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對美國能夠持續的增加我們之間的貿易往來 然後能夠把這個貿易的體制能夠更接軌的話 對我們來講就是展現出給全世界說 台灣有這個意志力要克服政治的困難 跟主要的市場發生更強的連結 所以這個雙邊或者區域協定 它的政治的這個問題 必須我們靠我們跟民主國家之間更強的連結 來產生這個外衣的效果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這個市場 對我們的重要跟美國的跟美國進一步的在提法底下 去把這個台美的這個貿易關係再往前拉近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同樣到底CPTPP也是一個民主國家之間的一個高標準的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 如果我們可以加入的話 那表示說我們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這種區域或者是雙邊的障礙 可以把它降到最低 那我們已經提出CPTPP的申請 現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因為公圖的關係產生了更進一步 國際間對我們符合國際標準 或者是維持承諾的這個決心產生了懷疑的話 對我們加入CPTPP確實是有一些困難的增加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這個對我們來講 從1980年代的中期以後到現在 我們一步一步的跟國際接軌現在是走到最關鍵的時候 也希望大家不論是在豬肉的這一題 或者是在國家整體跟國際接軌的問題上 能夠做一個平衡的考量 那麼支持現在政府的立場 比一個平衡的考量 也要有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隨時 才能夠解鎖